大师 中国的墓地太贵了 我们穷人连死都死不起 您说这该怎么办呀 阎王说了 死不起的可以缓期 让死的起的先死 哎呦你们 你觉得世界上最大的谎言是什么 老公 以后就算你一无所有了 我也会一如既往的爱你 听说你上学的时候 老师都求你办过事 请问他是怎么说的 你别念了 行吗 哎呦你们 男人为什么年满18岁就可以当兵了 因为18岁就成年了 可以对付敌人了 那为什么要22岁才能结婚 因为老婆比敌人更难对付 哎呦你们 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能拿出200块钱帮助你的是朋友 能拿出2000的是兄弟 能拿出200万的是亲戚 能拿出20万的是父母 能拿出200万的是我们 你们 你们是谁 放高利贷的 大师 我想祈求上天赐我一对翅膀 为什么 我想成为天使 有翅膀那不一定是天使 那还有什么 还有鸟人 还有什么 大师 大师 我喜欢了一个我得不到的人 您给想个折呗 我要是有折 我喜欢的那几个我早得到了 我每次一进公司 三十多个员工 全体起立向我问 你也不想闹腾 我每次一上班 下班800多人 一个敢吭声的都没有 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看墓地的 在床上睡觉很难 可是在沙发上睡觉 却很容易 请问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睡觉不能太认真 要趁觉不注意的时候 把他给睡了 昨天在小区门口 看到两口子打架 没几个回合 那女的就占了下风 女的肯定打不过男的 突然 那女的把上衣脱了 指着她老公说 你要是再敢打我一下 我就再脱一件 啊 我一看 赶紧冲那男的说 哥们 可不能关他这臭毛病 打他 打他 你知道 在汉字里面 最让人喜欢的是哪个字吗 是福 不对 是瘦 不对 是双喜 也不对 那你说是哪个字 是拆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请问大师 情人应该怎么过中秋节呀 有情调的 都是花钱月下 那没情调的呢 那只能月下花钱 鸭翼本它 ий儿 啥 吃 叫